我们认为 性是一件很美好 很神圣的事情 性不能被滥用 性行为需要同时拥有责任 道德以及目的 性行为不能只是 为了爽就好了 只是为了爽 没有责任 害羞 没有道德的性行为 会带给人伤害 以及很糟糕的麻烦 但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的时代 却常常被攻击 太老骨板 太保守 管太多 别人只是 想要做爱而已啊 别人的私事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没有错 所以说 我们不会管别人的性行为 只是 性行为的结果 需要那些人自己负责 这个是他们的自由 自由的代价 就是自己要负起责任 但是这不是 我们社会在教导 我们孩子的事情 特别是在六月的骄傲月 他们在教导的是 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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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影片 非常儿童不已 建议各位家长 如果有小孩在旁边的话 请把我们的影片关掉 这个是我大概在 国中时候的偶像歌手吧 Christina Aguilera 在一个骄傲月的演唱会 就在LA这个地方 标榜着老少嫌疑 特别欢迎小孩的音乐活动现场 男人想要做爱 这是一个新发现吗 有必要要写成 我甚至不认为 我刚刚听到的那个是歌 听起来就像那种 不断重复的佛经吧 不算是佛经 佛经应该没有那么恶心 咒语吧 佛经绝对没有这么恶心 性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黄色笑话 会这么好笑 娱乐圈永远都在挑战这个底线 只是20年前 我们的底线或许是 费玉清西装笔挺的 在龙兄虎弟上面讲黄色笑话 大家笑一笑 10年前是蔡依林跟林心如拍MV 说要这个同性婚姻要平等 同婚很美丽 现在变成 41岁的过气老太太 带着绿色12寸的假鸡鸡 在台上念经 然后说这一切都是老少嫌疑 这一切代表了自由 代表了平等 代表了解放 然后说这是你的小孩的目标 好好读书哦 孩童性教育学好了之后 长大就可以变成像 Christina Aguilera那个样子哦 因为这个活动 所有年轻人都可以参加 他们很爱说什么 异性恋也有那种 不正常的性爱啊 异性恋也会离婚啊 异性恋的关系也不是百分之百稳定的啊 异性恋也会看A片啊 但是异性恋没有说 小孩可以待在这种变态的场合 异性恋也没有把想要这些 同盟应许进入一个新人的祝福 此次的讲员有 万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师Chad Holland 万王之王事工长老Michael Brian Labby 国度基业耶路撒冷事工张清泉牧师 和李撒拉牧师 线上特会时间是6月16号周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下午5点到7点 一起来参与 启动国度基业耶路撒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